hohoho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everybody you ask for it i got it for you 今天圣诞特别篇 唐大叔呢 终于实现诺言 或者说我也等了很久 给你们找到这台车了 就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大家了 好吧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车 好久没做车型介绍了啊 因为唐大叔呢一直想做这一台 结果呢终于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给大家带来了这一台 吉普大窃 看到了但是有点不一样哦 是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 我觉得哪里有不一样呢 哦 红色的刹车是什么东西啊 没错 今天呢终于实现诺言为大家带来这台 迟来或者是 忘川 忘川什么水的大切诺基 SRT的视频介绍了 大家等了很久啊 2017款 因为一般SRT呢 第一就是说 出现的时间会比别的晚一点 大家其他的车型早就一 这一两个月已经开始看到了 包括新车型的这个 Tradiohawk 但是SRT这种东西确实是 第一它产量非常的少 作为一个这个吉普的最最贵的 最最顶级的一台车呢 它还是有控制这个量 让它更保值更金贵一点的这个意思 所以整体产量少 第二的话呢 因为它的内饰啊 用的配件呢 完全和其他的这个大切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肯定是先做正常版的之后 最后开始等有一定的供货量之后呢 才会做SRT 但是整体的量它就控制的非常好 当然你可以去定制对吧 那是另外一说了 Jeep Grand Cherokee SRT SRT 大家知道是公路赛车技术 Street Racing Technology 这么一个简称 那大切的这个SRT呢 有几个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 第一个呢 就是它用的这一个刹车 大家知道这个四个叠刹配合这个刹车 大切这台车可是一个凶猛的小野兽 所以呢 红色的刹车这一块 大家能看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前面 这里呢 不像有些车上面只是装饰 那这两个进气吧 它是确实有冷却引擎这一块的功能 所以呢 特别某一个角度 唐大叔找到这一个角度 你会看到 这个大切是一个 像一个凶恶的 我现在像顺美人啊 白买的好可爱啊 凶恶的怪兽的一个角度 所以呢还是蛮凶的 啊 真是很爽 这台大切呢 当然一般选SRT都会顶配了 除了标配 已经基本上都有东西呢 大家还会选一些这个选配的东西 这里等一下唐大叔会细讲 那围着绕几圈呢 大家好好看一看 应该也看得比较清楚了 现在呢 那等唐大叔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台车 首先呢 大切的SRT呢 这台车是配了一个V8的HEMI 6.4的引擎 所以这台引擎是非常猛的 可以输出475匹的马力 0到60的加速呢 是4.8秒左右 那这台车 这么猛会不会很费油呢 这里顺带一提就是 这台车呢 配了8速的变速 也有相对的节能的功能 所以还可以对这个级别来讲 它的油耗大概是13到19的mile per gallon 就是这个美国的讲法 因为我们加拿大呢 大概是12.4到18.1这样升每百公里 所以还是非常可以说省油的吧 另外呢 大切的定位 它是和这个卡燕啊 一些X5啊 或者奔驰的一些相应的 级别的车一样的 但是在这所有的车里面 其实它性价比相对来讲最高了 这么说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有些车呢 特别像卡燕也好啊 奔驰宝马那些德系的也好 他们的维修成本 或者到后面的 这个正常保养的成本 都要贵很多的 而大切虽然它这个价位 其实都差不多了和那些车 但是呢 第一它是这里面 车里面应该是最猛了 有的一标 第二的话 这台车 大家都知道 克莱斯勒做这个挑战者啊 挑战者 这些车 包括他们有SRT 或者更猛的Hellcat 它这个公路赛车呢 包括还有一个眼镜蛇吧 viper 他们都是这个赛车技术 都叫SRT吧 这一类的公路赛车技术 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 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 包括唐大叔都试过 还有我们唐大叔一些客户的反馈 开起来真的 像转弯啊 控制啊 加速啊一些东西 非常的 像一个小赛车一样的 这个 这个 呃一台SUV 但是呢 他又是带着吉普的标志 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等一会唐大叔进去以后 再跟大家细讲 好前面铺垫都讲完了 现在唐大叔跟大家过一过 这个2017年的 呃大窃SRT的主要特色 前脸的话呢 今年是17款做了一定的改动 这个前面7grill 7sluggrill 就是前面 这个7块的小板子 呃代表吉普被七大洲喜欢的 呃 这个全世界吧 对吧 七大洲都喜欢吉普的这种粉丝 另外的话呢 他比16年的相对分开一点点 像SRT这款上面还更方方一点了 对吧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我可以拿到一个旁边的 这是越野之音了 感觉还瘦一点 细尖一点对不对 包括前面的这一款 都会这样子细尖一点 那今年的风格呢 都是比16年的 感觉要更这种 呃 稍稍宽一点 更狂野一点了 那这是第一个东西 第二的话呢 咱们继续看前面呢 大窃呢 其实配到上面一点就开始 现在的车 豪车都发现这个趋势了 前面这个大眼睛 唐大叔自己叫的 那这种叫法 还有前面这种sensor 滴滴滴的东西 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两个配合之后呢 就呃 有这个 我们叫adaptive cruise control 还有 就意思就是说 以前我们有这种高速的时候 会用这种巡航系统 一般都定速度 那现在呢 有了大眼睛 可以监控距离 还可以定距离 所以距离加速度 然后他定好之后 会自己帮你调速度 那这些都以前车没有 另外前面滴滴滴呢 也会感觉到前面的车 需要的时候呢 他会帮你刹车防撞 另外来到侧面呢 唐大叔刚刚带了一句 对吧 四个跌刹配合这个最好的刹车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牌子 呃 红色这一块都是一个很很 就是大家就知道了 这种车一般都是比较赛车一点 当然这个轮毂是非常帅的 还写的srt 那再过来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呢 比起16款的 就是这几个字 第一字体变了 对吧 感觉好像更manly一点 另外的话呢 他有这种 侧面看呢 他有一定的质感 这样厚厚的 立体一点 立体感 感觉就更那个一点 那说到这个呢 镜子上面大家会发现 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但这里有一个小三角 对吧 小三角呢 就是盲点监控 所以呢 把侧面通过雷达的方式 盲点监控也监控住 那这样呢 已经形成了大部分270度 但是呢 回到后面 还继续有滴滴滴 对吧 就是这个盗后雷达 然后呢 还有影像 这样的一圈下来以后呢 这台车就有360度的保护也可以啊 或者说这种 这种安全的技术也好 这样就全都有了 那来到后面呢 吉普的字也感觉比明显 以前字体更大了一点点 然后呢 下面这块排气管 双排气管 中间写在SRT 这边右边一点呢 也是照样一样写的SRT 那上面这块切封的小东西和什么 都是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尾灯 大家也可以看看 非常的帅 这样一圈呢 下来以后呢 侧面从这个角度大家看的更好一点 对吧 这里是有一丁凹进去的 流线型的 都不用说了 非常非常的帅 上面呢 还有roof rack 还有那瞬间 大家就看到了这个超大的天窗 嘿嘿 唐大叔手上呢是钥匙 甩腰SRT baby 那这里呢 有个地方可以打开 里面有把这个钥匙 对吧 可以呢 万一这个东西没有电 Keep up 没有电的时候呢 可以拿钥匙至少可以把车打开 拿里面东西 但是必须要有这个钥匙在身上才能开车 当然如果电量低了会提醒你的 对吧 另外的话这辆车远程启动 后面的电子的尾箱呢 Tillgate可以电子打开的 那钥匙呢 我就不用了 现在呢 车是锁住的状态 只要我手呢 这都没什么花俏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好 打开这个门才是重点 啊 Yeah baby 大家首先来看看呢 嗯 门上呢 有几个东西值得注意 当然有两个记忆的位置 对吧 啊 所有都是power的option 啊 位置可以挑 另外呢 这个音响可是 19个喇叭的 嗯 哈尔曼卡尔洞 对吧 Yeah baby 帅 包括这个门上的小喇叭 具体多少个呢 我就不陪大家数了 那这块大家会发现这个材质呢 也不是布 也不是皮 可以说吧 是赛车那种布 这个材质呢 和座位上的材质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赛车的座位呢 外面是皮的 里面这块呢 像是一种布的材料 但是这样你坐在上面 人就不会飞来飞去 滑来滑去 嗯 当这个车开得很快的时候 对吧 像赛车椅子 皮椅的话肯定会滑的 对吧 当然这种车就不可能用布椅了 所以这样的赛车椅子 如果都是比较常见的 像这样类型的车 像挑战者也是这样用 那坐上来之后呢 哇 好 坐起来之后呢 大家先来看看这个方向盘 那方向盘呢 大家可以看 它不是完全圆形的 有一点点呢 上面是圆的 接下来这里一块呢 会变得特别厚一点 是不是有点赛车的感觉了 因为它配合呢 后面这个 Pedal Shifter 我们讲的像F1赛车一样 那当然其他的大街上面也有 但是大这个SRT 配合这个感觉起来 真的就会有 很有赛车的感觉了 那其他呢 只是小体验一把 对吧 什么推背感 乱七八糟的 只是一定程度 肯定比不了这种级别 所以这个用了 应该是超级爽了 那再看看方向盘上面呢 应用眼帘的SRT肯定了 那这一边呢 上下左右的 因为这台车里面有非常多电子的信息 可以显示 一会给大家示范一下 另外蓝牙呢 语音监控 电话两边呢 这个整个排的还是非常漂亮 那再转到另外一边 右边呢 唐大叔刚刚介绍过大眼睛这个东西 普通的Cruis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启动之后呢 定一个速度 那就这么走了 取消啊 或者重设啊 那这样子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有大眼睛呢 除了速度呢 还可以定距离 这个呢就是你 呃 这个离前车 一定距离选好之后呢 你可以按一下 但是呢 它这个车会调速度 帮你保持这个距离 但同时你自己可以近一点 远一点呢 还可以手动 override 对吧 这一块呢 当然这个是有加热的了 所以它这有点点可以看出来 所以两种材质 对吧 包括这样 哦 这里就讲了好多了 因为实在是有点小帅 啊 再过来呢 对吧 这边配的是8.4寸的触屏的 呃 一个U-Connect的系统 这都是比较标准了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菜单是不一样 只有SRT会有的 一会给大家小看一下 那再下来的话呢 呃 最值得讲呢 因为这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 啊 或者参考我以前的 那这台车因为有了360度的 前面大眼睛 后面滴滴滴的到后影像 旁边两边的盲点监控 你就可以做到自动停车了 哎 这个呢 可以有机会给大家示范一下 另外这台车 因为有这些360度的 所以它也有这种 我们叫Lean Departure的 这么一个 呃 一个监控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开高速也好 什么也好 这个线如果手不小心放开方向盘呢 对吧 这个车自己在歪的时候 它会帮你纠正的 当然这里面这个都可以关掉 不需要的时候 啊 另外这也有节能模式 Eco Mode 那默认是关闭的 你可以把它打开 因为这个车马力实在是太够用了 所以在一些赛车的情况 或者怎么样 可以打开这个 那再来这个呢 1617呢 都换回到了我们非常喜欢的 这一种的方向盘了 原来那种大家不喜欢 现在回来一挡就是一挡了 它整个会往前面移动的 那 同时呢 这台也是大家看到这个小S 如果不喜欢用方向盘上的一个呢 你可以把它调过来 调到左边 用这种上下的方式来换挡 那说了半天呢 最万中期待的 当然是这一块了 这就是 以前我介绍过大切分别的时候呢 那个视频里面讲过这些 对吧 但是唯一唯一 这一套系统里面 就是有SRT菜单的 还有SRT这个系统 跟他们都叫法不一样 但大概可以也差 差不了很多 基本上放在自动这里 它来决定 当然它会识别是不是雪地的情况 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那有点小四驱这样子 但是呢 你需要更那个一点呢 直接可以调到运动模式 那就很爽 但是这赛道模式 运动模式 你都可以去试 另外呢 还有拖东西有拖的模式 那这一套系统呢 和大切其他的上面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菜单里面呢 有launch control啊 就是说 像那个烧胎 启动的时候那种东西 但是呢 这台车应该是在头5000公里 还是两三千公里 是不能用这个功能 是要小磨缸一下之后再用 这两套系列条的 肯定要一会儿打开荧幕 给大家看才会比较清楚了 再上来的话 就是这个超大天窗 全景天窗 大家看看后面 这台车可以五座的 好 现在终于要把车打开 后面有几个同事吗 要不要吓吓他们 吓死他们 算了 等我吓吓他们 大家看看反应 打开以后呢 现在这台是全新的车 才11公里 所以呢 一般在运输过程里 是不会放很多汽油的 所以这台车呢 是低油状态 所以刚刚远程启动 我也没有示范 顺便大家知道 在油量低的时候 远程启动是不能用的 这个漂亮菜单里呢 唐大叔刚刚说了 这里有大量的信息可以显示 我也不细讲了 以前都讲过 对吧 大家看到左边在动 不断的显示 这里也不细讲 那最主要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这块SRT的菜单 这是个很帅的东西 按了一下之后呢 它进入这个菜单 大家看到了 现在它里面已经 帮你预设了一些东西 那你还可以继续自己手调 但这里我刚刚讲的 就是起步的时候 launch control 但这个时候呢 它是 其实你是用不了的 我按的话 它就会写 launch control available new vehicle 根据这个 onus manual上面写的 好像我记得是2000公里 还是3000公里 之前是不能用的 包括其他车型SRT 有这个功能的 像challenger charger 也是这样子 大家知道行了 但是将来有一天 可以用的时候呢 对吧 这里转速多少啊 怎么样的 这一块呢 唐大叔因为也不敢说多专业 对吧 那还是要去自己去网上看看 或者是参考其他的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 咱也没试过 这么试了也不太道德 对吧 客户的车 但是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块是非常爽的 当然这一套呢 都触屏已经经过验证 非常好用的 对吧 这里呢 以前我都详细介绍过 包括导航一些 我就不细讲 那现在有一个就是自动停车 我记得在之前讲 这个小切诺机自由光的时候 也给大家示范过 那我也不多去讲 所以很多东西都跳过 当然有一个原因 就是唐大叔手机的电量不足了 所以 但重点是给大家看看 特别是外观里面manual 还有跟大家聊几句 这台车定位和唐大叔平时讲的越野的那些木马人 overland大切都不一样 是非常一个明确定位的 它就是跟这些 这种像赛车一样的SUV的这一些车里面来做竞争也好 或者同一级别的定位也好 所以SRT开过的都觉得很爽很爽 这都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它完全就是走到另外一条线上 原来说大切和木马人是两兄弟 一个是贵公子 就是大切舒适的越野 豪华越野 另外就是野孩子的木马人 那现在SRT完全要跳开那个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吉普定位都是 假如说一边是公路 一边是越野 它都是中间或者偏越野一点点 这台完全是跑到左边了 所以你看它在一个四驱系统里 并没有太多越野的东西 只是说有个雪地 如果喜欢这台车的人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清楚 喜欢吉普的品牌 然后又想要这种卡焰或者是X5M 或者什么那些赛车的感觉 那种赛车SUV的 但是你不是小车 你有一样SUV的这种使用性 舒适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挂着大切的名字 这是非常非常爽的一台车 音响呢我就不能多示范了 因为每次有这个歌曲版权的问题 但是都不用说了 19个喇叭 对吧 Halman Cardone的东西都不用说了 这台车也做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舒适 那在这里呢 今天就是一个圣诞特别版 跟大家小聊一下这台 等了很久到2017全新的大切SRT 希望大家喜欢 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另外呢广告词也稍说一下 这是唐大叔唯一的一台车 之前来的黑色呢 瞬间被卖掉了 所以视频都没得做 那有兴趣呢 可以来联系唐大叔买这台车了 当然其他的吉普都不用说了 肯定可以找唐大叔 如果温住在温村的话 这是我的一句广告 另外的话还没有订阅频道呢 记得订阅了 看视频一半呢 这个已经不是一半了啊 看视频呢也记得点赞 这些都是好习惯哦 感谢大家一贯的支持 大家都赶快洗洗睡 不是洗洗睡 赶快洗洗呢 准备过圣诞咯 陪陪家人 今天是最重要陪家人的日子 唐大叔等一会儿下班咯 然后呢 我们明年 可能明年再见了下次 谁也不知道 好啦好啦 废话不多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哦哦哦哦哦哦 我是白医师木马人堂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